畫面上可以看到趕災颱風前 果農在果園裡忙碌 修剪果樹上的枝葉 加緊趕工作業就是在做防台準備 因為秋末冬季這個季節 正是巴勒的採收期 沒有想到遇到有颱風要來 擔心果樹會受影響 打落這個巴勒影響收成 因此展開防台因應 三途二合的時候 受損已經支撐起來了 可是這次颱風又來了 現在只能加緊速度做修剪 縮剪把颱風面的風壓降到最低 讓樹體搖晃的程度降到最低 把損害降到最低 果農提到上回山托爾颱風 受損的部分已經支撐起來 但這次因應康瑞颱風 進行修剪果樹 到時如果風大雨大 樹體搖晃就能降到最低 也能減少一點災害 果農不會嚴 聽到颱風當然會擔心 畢竟正在大量採收 因此趁著天氣還算穩定 趕緊進行防台 準備因應